这个您跟家里管孩子吗 我陪孩子 陪孩子玩 我们家属于 严母慈父 分工不一样 分工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家两个孩子 都特别喜欢我 你还是比较聪明的 我对 这都跟说相上交的 恶人你去当 再也就是工作的关系 常年在外边好久就回了一趟 跟孩子瞪眼舍不得 是吧 对 第一次叫爸爸那会儿 还记得吗 第一次叫爸爸 我其实很 因为这个 他有孩子都知道 他有一个过程 有时候他蒙住一句来 你 然后你 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第一次就说我认为 我真的是一爸爸了 是 阿姨抱着他 他在阿姨怀里哭 哎呀怎么哄不行 我过去给接我了 嗯 然后我 印象特别深 我就躺在那个沙发上 我给他就这么 放在我的胸脯上 然后那边拍跟他聊天 哎一会儿都不哭了 然后再一会儿睡着了 就那一次我 我就觉得这个小玩意儿 它是我的小玩意儿 这个小东西它是我的了 我可以把它 这个 拥有 拥有它了 就是第一次当父亲 那种感受 就从那一次 那时候他可能也就 不到 半岁都不到 那次给我印象特别深 他那体觉着自个 责任特别深 就从那儿 真的是 包括 其实出生的时候 他出生 我们去的那个医院是可以 爸爸可以去 在旁边的 对 在手术室 我拿着摄像机 从头 全拍下来了 从妈妈肚子里 蹬出来的一刻 真是蹬出来的 然后 蹬出来要拍一下 第一个小腿 其实真的 最好以后 就是能不去就不去了 挺血腥的 你知道吗 一出来一蹬小腿 现在拍一下 然后 听第一声 那个 啼哭 然后就 来说还说 让我过去捡旗带 我当时 其实我不允许 我其实对这个 但是我真是不敢 我说就就就不去 我就一直在那儿拍 结果后来 关键 我老婆跟我急了 说一开始 我一直对着我老婆 这儿拍 这儿隔着嘛 我在我这儿拍 说自从这孩子 从肚子里一出来 就没有我老婆镜头了 我这就一直在 光拍孩子呢 你没过去找那大夫 谁让你拍我儿子 捡旗带的 是没敢捡是吗 吓坏了 就是真的 我以为 我就生怕给捡坏了 其实 后来我一看那护士捡 离得特远 啪 什么 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没敢 我再来一件 再来一件 这不行啊 这不行 就没关系 不是那还看你 我再来一件事 你还能帮我